大家好,我是五仔 這一節我們討論香港這麼多年 都可以維持著首富的李嘉誠 的一些周邊風水玄學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話說,有個香港很有名的風水師 有些人說是否蘇文峰? 是否麥寧寧? 其實你們不懂風水 因為他們也要看一本文 那本文是他寫的 那本文叫通勝 寫通勝的人叫蔡伯麗 這個真是最有名的 反而那些全部叫風水明星 而這個蔡伯麗是富豪風水師 因為他有很多有錢人也看過 那好了 李嘉誠 蔡伯麗說他未必很福氣 未必是有福氣的人 他說而已 但是蔡伯麗其實已經過世了 蔡伯麗生前為香港寫了幾十年通勝 所以在玄學界、堪餘界是很有地位的 那有一些富豪 遇用風水師 他曾經說過李嘉誠這麼有錢 就未必很福氣 他說做人也未必很開心 他說夠膽幫李嘉誠的老婆 看一次墓地 如果要去到城哥那些風水師 就說看一次風水 二百萬 事後李嘉誠還讚賞他 說說他有什麼威水史 還會提及 其實很多人跟他的功力差不多 有幫助富豪李嘉誠之外 還有霍英東、林伯恩 也有幫他看風水、吹吉鼻胸 說了一點蔡伯麗 如何安排人生最後一件事 就是死後的葬禮 你幫人看那些山墳陰月 就懂得看 自己又如何安排 這個傳奇一生富豪風水師 我們交給窮飛龍和大家拆解一下 謝謝吳仔 大家好 我是飛龍 今天我想說說這位曾經是 香港很多富豪的遇用風水師 為什麼說曾經呢 因為他其實已經鮮游了 他在2018年已經過世 過世的時候已經95歲高齡 他就是蔡伯麗 除了他一名很厲害的風水師 堪如學階之外 其實我們以前每一年 經常有通信 其實他是幫忙寫通信的人 因此他在風水界非常有地位 他幫過李嘉誠夫人 莊月明找墓地 亦有建議當年給霍英東 安葬柴華香港佛教墳場 如何安葬 在95年時亦有建議過 長江集團中心 如何安葬柴華香港佛教墳場的高度 當年他建議不要高過中銀大廈 因為中銀大廈其實像一把劍 重江集團中心就要起得像一個盾牌 才可以擋住這把劍 又幫過以故禮新集團主席林伯恩 重新挑選他的冒月 如何下葬 不知道只是幫富豪 很多時候也有幫香港政府和商業機構 很多個投標 活動擇日 吉時是怎樣 康望而死是怎樣 例如在1985年 湖豐總看大廈前面有一個同事 如何擺放 都是他提議的 或者是大嶼山天壇大佛的選址在哪裡呢 青馬大橋 赤立國機場 很多東西都是他有份幫手去建議的 我雖然知道他多有權威 所謂一命二運三風水 四積陰德五讀書 五六七相八敬神 九膠貴隱十養生 十一摘熱乳摘藕 十二驅吉與避兇 在《徐易經》的角度去看 明確指出一個人的命運 其實是包含什麼力量去決定的 反過來看 但是有時是否有些懲罰可以改變到一些命運呢 蔡師傅有說過 你的命生成這樣 其實有可能只是 看看有什麼可以少改 因為有些事情 基本上你條路都是要這樣應去做的 例如他有幫李嘉誠看 有時發覺李嘉誠那年好像不太好運 那麼李嘉誠怎麼可以避過這個劫子呢 那段時間是否重量呢 就少一些投資 還有不要下那麼多決定 由他個人去決定的事情 蔡師傅說如果一個人有1億已經足夠的話 他多出來的錢其實是一種負累 並不是福氣來的 所以李嘉誠這麼有錢都未必一定很福氣的 他經常擔心他的錢 如何保護他的錢 你想想一下李嘉誠有錢到的問題就是 他選手只不過是百分之一已經不行了 那倒是一個平民百姓 他沒有錢 譬如有酒今早就今早就聚 無緣無故不見了一萬也不要緊 本身他自己也不是特別多錢 還有一萬你要賺回來也很快可以賺回來 有些人有命就沒有運 可以生存的一班一路就做窮人 有些人有運就沒有命 意思就是做得好 但是永遠都是做不大的 或者是很順利做得大 但是做得很辛苦這樣 當然最好兩樣都有 正常你的人生其實很難改變得很厲害 風水有些情況只可以改變你30% 所以只可以說是一個副狀性 不是一個主要性 蔡先生在身前說自己幫人責任 所有人都是收幾千元 有可能三四千元 不會你特別有錢就坐地起價 基本上在眼中要一視同仁 甚至有些錢太多的話 他要捐出去 我本身身邊有一個音樂朋友 他的師傅也是一些很厲害的 坎魚學家 而且他師傅其實是一名 曾經是著名的DJ 還有是填詞人來的 寫過幾首名作 有些學友的作品也是他寫的 我不要爆誰 你自己猜到是誰就是誰 我朋友就說這個師傅 反過來 他從來都不收錢 因為在他師傅眼中 覺得一收錢 整件事 你之後再批的東西就不靈 只能說各門有各派 我朋友的師傅 其實香港這幾年的命運 很多都批中的 真的很厲害 後定我還會說蔡師傅那些厲害的事情做過 有什麼呢 不過現在一段我想說 剛才反正說到 有錢人多錢未必是很開心 我記得馬雲也有提過 他自己人生最開心的時候 就是月薪190元做老師 是人生最開心的 李嘉誠的煩惱就是 我眼前有一副牌 當生意是牌也好 什麼都好 基本上你一定要 沒有得留守 要做好他 一流你就很容易全軍覆沒 所以很多時候有錢人 賺多了出來的錢 很多時候都要在不同的渠道做一些善事 剛才也說過 《易經》裏面也說 叫人們積陰扎 積了出來的東西 你可以當成人生的福份 所以曾經有人說過 世界上哪個有錢人很有福氣 其中就是已故的 錢太王 以及已故的英女王 或者是日王 他們很多時候就是被人民尊重 不需要玩操勞的角士 我講日王也是在說 平成、令和 之前那個日王就不是 很多問題 所以人生足夠豁特 自然就會增加福氣 蔡伯麗先生有什麼 我給一個著名的幫忙看 例如在2006年 當年李嘉誠 太太莊月明的墓地 被人盜竊 當時李嘉誠就很生氣 但事情既然發生了 都沒有力玩回 當無知 當然想想想 幫忙妻重修墳墓 為了確保萬武一室 當年李嘉誠就特意拜訪蔡伯麗 當時蔡伯麗開到200萬的報酬 雙方商演之後 幫忙妻張月明的墓 重新 建立一個新的規劃 剛才也說過 蔡師傅說拿這麼大筆的錢 他不可以自己用 所以他把全部的錢 最後捐到慈善機構 某個程度上 也是幫李嘉誠夫婦 織回音樂出來的 所以當年李嘉誠知道 蔡師傅的前因後果之後 意識到蔡師傅果然是一個 高明的堪如學家 在2006年10月28日 霍英東因為病情復發 在北京去世 享年84歲 去世之後 幫他舉行葛葬 當時十大人物還幫他扶寧 當時享有葛葬之禮的霍英東 由蔡伯麗 即是他的御用風水師 幫他挑選武地 最終幫霍英東選擇了在佛教墳場裏面 鬥取天園地王四部分之中的王部分 因為這個地方環境廣闊 視野廣闊 地勢又較高 可以居高臨下之後 看到周邊的直皮 包括高油大廈 另外蔡伯麗師傅除了是風水大師之外 說到另一個身份就是天文力數的高手 他是歷法 即是通勝 珍報堂的第三檔傳引 你知不知道通勝每年是可以買到超過百萬本的 當中的歷法部分 當年是由他編的 雖然現在蔡師傅已經過世了 但是在90年當時 蔡師傅已經培育了他的大女兒 接手幫他做編排歷法的工作 所以現在也是蔡師傅的獎女蔡興華 就是他珍報堂第四代掌台人 蔡師傅在2018年7月26日 當時因為身體上的機能衰退而逝世 享年95歲算有福 然後同月30日已經在香港殯儀館設靈 幫那麼多人做過 他自然也有打點是怎樣做 當時他們用佛教儀式舉行一個葬禮 現在蔡師傅 身前理系的意願就是要重量低調 以及以私人形式進行這件事 當然李嘉誠、李澤巨、李澤佳都有送上花牌給他 很多政界人士當時也有出席 包括當年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 信和習庭主席王智祥 新世界非執行董事紀文鳳 九巴副主席陳忠澤 港媒處長梁家榮等等 可想而知 蔡師傅的地位多高 剛才一直都說蔡師傅的風水很厲害之處 跟他差不多的這次還有誰呢 其實有些人都過世了 例如陳伯 董武哲 年紀都不小了 我看見十大風水師很多人說他們 修行很厲害都是比較年紀大的 年紀大年輕人已經有可能是麥寧寧 不如說一下陳伯 陳伯當年利害之處 黃占先生曾經說過出來 李嘉誠未發大達那支之前 見過陳伯 因為黃占生前跟李嘉誠都很友善 蔡師傅也跟李嘉誠是友善的 因為他不會無故跟李嘉誠 有點淺眼瓜葛 如果你無故找他量水的話 他就不會跟你友善了 當年因為李嘉誠未出名 所以見陳伯當時陳伯都不知道他是誰 當時他摸完李嘉誠的手之後 因為黃占說他帶了一個普通人過來 但陳伯說這個一定不是普通人 因為黃占說這個是普通朋友 陳伯已經算到 他一招李嘉誠是全港最有錢的人 他厲害得就是李嘉誠的胸口 是不是有一顆很大的黑字呢 我想是胸懷大字 後來看一看 李嘉誠胸口真的有一顆字 所以是不是很厲害呢 東武哲外號是鐵棒神算 董半仙 簡直是半個神仙 年紀都大了 80多歲 他也批過不少名人 包括黃占 蔡蘭 馬榮勝 黃玉郎等等 當年董伯是16歲 已經跟隨他祖父的結伯兄弟 學習宋代代褪單純的鐵板神算 他27歲已經開始幫人算命 組織是上海 之後呢 27歲之後幾年 就去了香港 東武哲的勁狀就是一個算盤 可以算出你的人生 很多人說精準無比 當年首先批了黃玉郎 設計投金 辦報無益 消亡亦慘 但偏偏黃玉郎之後就扣入了天天日報 又去炒股票 當時又被星島狐仙阻擊 最後因為做假仗 而是陷入去坐牢 大家都知道這些情況 董先生也替馬榮勝批過 這是金句 應該大家都知道 金輪喜事 持宗物 一語風雲變化龍 後來真的認驗了 馬榮勝離開了黃玉郎獨立之後 就出了一本漫畫叫風雲 馬上紅到飛起 剛才我所說的說話也是 漫畫中間角 紅霸的命運 變成了經典名具 當然有時候看看你如何解讀 風雲是甚麼呢 會不會是風和雲呢 馬榮勝就將風雲變成漫畫 所以有時候就是 就算批到這些字眼出來 你如何解釋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不過我現在看到新一代的批名已經用了電腦去搞 我以前也有個朋友也批掉我算幾重 還要是K英俊的風水師 又高大 因為最初其實是想入行做藝術師 甚至竟然不驚不覺走去做風水 魏康 當時熱韻凍說董母漬先生用 gives a gemacht 就說他本來有100兄弟姐妹 那但是魏康說 وعager 多數 呢 就是7個 雖然之後他問他母親 才知道 魏康本身有一位哥哥 當年怎樣就出生群一個小孩 董先生當時有說過 現在現 hairs已經少了這些算命的事情 因為算命其實很傷神 所以近這十幾年 已經少做了一些大批 即是算你一身的命運 只是做一些小批 即是有些十年的命運 或者做一些榴槤就算了 而且也是跟一些熟人才做的 那麼聽過他的後輩密寧寧說過 董先生幫熟人批一次榴槤 6萬8千元 看看大家覺得這件事是否值得 另外很多這些堪如學家高手 其實是挑選人 先幫他做批 對呀 挑選客 例如過了新的白龍王 有些藝人去找他 他不見他的 例如劉嘉玲 當年他也不見 因為他們有時候覺得 幫不了的話 就寧願不見就算了 或者有些人無論怎樣幫他 他的新的命運都改不了 所以都是不見的 說漏了一件事 當年董先生 邵欣年輕的時候 去見董先生 挺好笑的 因為當年邵欣是大明星 董先生 批了邵欣的命 55歲前 所有的東西都是假的 無論是感情 金錢 甚至是什麼 子女都是假的 什麼都是假的 還是想說 邵欣年輕的樣子 空的什麼都是假的 不知道 但是邵欣說 董先生說得很準 為什麼呢 他說到他55歲 他才第一次獲得 香港電影金像獎的獎項 有可能說他的演藝事業 就算所有東西給到他 都是那一剎那一剎 的虛榮 但電影金像獎那個就實實在盡 證明你的實力 所以董先生很厲害 今天的語學新聞就先說到這裡 遲些再分享其他的語學新聞 拜拜